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剪輯組合包 那這個剪輯組合包裡面有包含LUT 色彩風格檔 然後有一些轉場特效 一些音效 還有一些神奇的字卡 就是你平常剪輯會用到的東西 裡面都有 那這個組合包是公司直接免費提供給我 讓我來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它其實是要付費 但是我覺得它其實還蠻便宜的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你要當一個專業的騙師 可能跟我一樣 你想要剪一些影片 然後來賺錢 那你花一點這個小錢 這才1000塊 頂多2000塊台幣的東西 你一支片你就賺回來 超級快速 你就可以讓你的影片質感更好 更多效果 而不用自己去DIY 製作一些轉場特效 或者是你要自己做字卡之類的 那些DIY的時間 你直接買這個 你可以賺更多錢 快速的提升影片的品質 你如果是一個小頻道 然後自己剪影片 你不想要給我這種剪輯師 騙師賺錢的話 你也可以買這個神奇的組合包 因為它可以快速讓你的影片增加質感 然後你的字卡那些你也都不用煩惱 你也不用付費什麼訂閱制的東西 你直接買完 你就可以用一輩子 超級讚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始跟大家分享這套神奇的組合包 那如果買了這個組合包你就會收到像這樣的東西 然後裡面就會有你的色彩風格檔 各種神奇的濾鏡顏色都在這邊 然後你的emoji 各種的logo 還有我們各種轉場glitch的效果 還有各種鏡頭炫光的效果 還有各種效果音 後面這兩個資料夾就包含了一些模板 有一些效果 跟我們的轉場特效 那後面這兩個資料夾就只限於用在我們的達芬奇免費剪輯軟體裡面 如果你要用到其他的剪輯軟體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 這裡面還有很多很多的字體可以讓你來商業使用 只是大部分都是英文 如果你想要中文字體 你不要再去網路上插中文免費字體下載 那些東西都非常非常危險 你不小心你就會犯罰 然後你就會賠很多錢 如果你想要有更多中文免費字體的話 你可以直接去google 然後下載一些免費的可以商業使用的中文字體 避免你觸犯任何的法律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進我們的達芬奇 來跟大家分享 這些組合包到底如何靈活使用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走的是一個已經剪輯過的遊戲精華片段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我們的組合包 然後來增加一些效果 讓這個影片更加有趣 像我們想要快速增加一個片頭 我們就增加一個背景塗層 我們就隨便增加一個標誌進來 簡單打入我們想要的文字 然後來調整一下我們的顏色 我們就快速把我們的片頭伸出來了 完美 像片頭結束這邊 我覺得有點突然 我想要加個轉場效果 我們就簡單的到我們的 Video Transition 我們就可以快速來尋找一下我們的想要的轉場效果 我們就把我們的想要的效果直接拉到我們的時間軸 我們就可以直接來使用 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Wooow Yeah 我們流暢的轉到我們的遊戲精華片段當中 我們有超多各種不同的轉場效果 可以讓你隨心隨意的加到我們任何片段 讓我們在片段跟片段中轉換更加流暢 那我想要讓大家知道我們到底在玩什麼東西 所以我想要來加個標題 我們就簡單的把我們的文字拉下來 然後來修改一下我們的文字內容 就像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輕鬆簡單的加入我們的小小標題 在我們的影片當中 如果你想要在右下角或左下角加上一些社群媒體的資訊的話 你也可以輕鬆的加入 輕鬆的拖到時間軸 修改一下資訊 調整一下我們的大小跟位置 然後把我們的社群平台Logo直接拉進來 我們就可以簡單在右下角增加我們的社群平台資訊 那我想要在這一個神奇音效出現的時候 增加一些神奇的效果 像是我們電視機故障的效果 我們就可以簡單的把我們的片段拖下來 裁件一下我們要的長度 調整一下我們的重疊方式 我們就可以簡單的做出一些酷炫的效果 走!我怎麼贏了 這邊的部分我想要Zoom In到我們的視訊鏡頭部分 那如果我們平常剪輯的方式 我們就只是Zoom In 然後忽然裁切一個鏡的鏡頭 但是我們可以有轉場效果 讓這整個過程更加流暢 那我們就簡單的把我們這兩個片段中間 加入一個我們的Target Zoom轉場效果進來 然後調整一下我們Zoom In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快速做出這種放大的效果 那我想要在我們講話的部分 增加一些酷炫的字卡效果 那我們就可以簡單的把我們的字卡效果叫出來 那我們就輕鬆的把我們的字卡效果拉到時間軸 修改一下文字 然後來調整一下我們片段的長度 就像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簡單的加入我們字卡效果啦 最後我們要增加我們的片尾部分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我們片尾的模板直接拉下來使用 把我們的素材放到適當的大小跟位置 然後加入我們的大頭貼進來 然後裁件一下我們的影像 然後放到我們正確的位置 我們就完成我們片尾的部分啦 那我覺得我們最後這個片段轉換到我們的片尾部分 這裡聲音忽然斷掉我覺得還蠻奇怪的 所以我想要來增加一些酷炫的聲音效果 就像這樣子 讓我們後面這裡更加流暢的轉換到我們片尾的部分 不會有一個聲音忽然斷掉 那就像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讓我們的影片添加更多的元素 讓影片更加有趣 那我們把我們最終這個20秒的影片 我們把它完整的播放一次 讓大家看看到底有沒有讓影片加分 讓它變更有趣呢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調色的部分 那如果你想要拍一個生活影片 或者是你去旅遊拍了一些漂亮的風景 那我們就到我們Super LUT 然後我們就可以像是挑選IG濾鏡一樣 找到我們喜歡的效果 直接套用到我們的影片上面 我們稍微調整一下我們的曝光 我們的對比我們的飽和度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讓你的影片有漂亮的色彩 我覺得這整個剪輯組合 包括可以讓你用最短的時間做出最有趣的影片 所以不管你是剪輯師啊 你要接案子 讓你的影片增加更多的質感 或者是你只是拍一個生活影片 想要讓它變得更有趣 你都可以來使用這個剪輯組合包 那最終的連結我會放在下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去下面看看囉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教學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Au Bui Ceng B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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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